至于这三人 无非是长子给三宗的面子 应邀官里来了 长子毕竟是主角 三人也没有在乎 陆尘这个只有先君修为的弱者 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老神在在的打量着 把自己包裹的跟个粽子似的陆尘 看着自己的爱徒冷冰冰的 怒火中烧的样子 长子的脸色也有些过不去 毕竟这是自己的地盘 让人胡作非为到这般地步 仍不能将对方擒到 无一让雪阳宫在仙界诸宗中 大丢了脸面 我不管你是谁 不想死的话 就跟我回雪阳宫 交代派你前来的人的底细 本尊可饶你一命 长子平淡的语气中 无不流露着身为义公之主的威严 哼 我要是不呢 陆尘的眼神对上长子 感受着那天塌般的威压 却是凌凌的站稳了 原本他应该无所适从 等着受死啊 可是现在陆尘并不惧怕 原因在于 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不远处 几个帮手到来的消息 并且真要是逼不得已的出手 自己还有黄林这位接近神一般的人物呢 长子柳眉一宁 容颜露出一抹亚色 能在本尊的威压下 坚持到现在 你很不错 看来你的来历不浅 长子说着 抬了抬头 一朵寒云骤然飘来 压向陆尘头顶 如此轻描淡写的仙法 看似不怎么样 但是 当寒云飘到陆尘的头顶的时候 陆尘的胸口便是一闷 两条腿都在打颤 险切坚持不住的坠落下去 不过 马上他感觉到一股绵绵法力 钻进自己的体内 痛苦的感觉一闪而过 旋即 舒畅着起来 还好 来得不慢 陆尘有些担忧的心情 稍稍缓解了下来 时机凑巧 羽羊和鱼鹰到了 吴天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陆尘不敢让他现在就出现在仙界中 但是 羽羊鱼鹰只需以黑布蒙面 只要不是太强大的对手 有两人相助 要脱身还是很容易的 先尊大人好大的架子 两人同时出手 也是浮云 原力不同颜色也有差别 一红一紫和二为一 形成一股飓风 将寒云吹散 长子微微一争 那平淡至极的表情 终于产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来此二人同样是黑布遮面 看不出样貌 显然有意要掩饰自己的身份 把陆尘挡在身前 两人对视一眼 居然当着数以万计的修士 对陆尘拱手一礼道 请竹子先走 属下随后便到 陆尘本来还在寻找离开的时机 见两人到来 微微一笑 冲着长子抱了抱拳道 先尊大人 我们后会有期了呀 两大先尊高手的话说出去 再加上陆尘表现的 视旁人若无误 雪阳城上空 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主 主的 两名先尊 换此人 主的 他究竟是什么人 物理会众人的惊恶 陆尘点了点头 道了声 小心 就要离开 阁下说走就走 太不把我雪阳宫放在眼里了 长子面色一冷 一块冰玉被他寄了出去 这块冰玉名为雪悬兵 乃是雪阳宫后山冰座孕育了万载的悬兵 被长子炼制成法宝 未达绝品高节 羽羊和鱼英对视一眼 变了声音笑道 求问长子先尊大名如雷贯耳 本尊今天就来会会先尊大人的雪悬兵 说着话 鱼英飞了出来 两只袍袖一挥 各有一只火鸟从袖子里飞出 水火不容 那火鸟也是法宝 乃火魂欲雕琢而成 同样是绝品高节 并不比雪悬兵差 没有激烈的争斗 两大法宝壮志一片 硝烟弥漫 虚空轻颤之后 竟然拼了个平手 鹿臣见状 不再担心 宁笑着扭头便走 长子目光一冷 低喝道 想走 须问过本尊 今天能够遇到先尊高手啊 我算是来着了 长子还未飞出 无忧真人突然从一旁走了出来道 长县有啊 不如把此二人交给我 你去办你的事吧 长子就怕陆尘逃走 闻言心下一喜 谢道 那就有劳无忧先有了 喝了长先有的鲜茶 怎能不出点力 我来对付这个 孙苏也从一旁飞了过来 没动的就只有续星了 孙苏接下了羽扬 大战转眼间打响 长子抖袖一挥 天降法阵 将陆尘驱路拦下 给我留下 你说留下就留下 长子 你太自大了 我既然敢来 怎会没有后招啊 陆尘背着双手 极为淡然的扭头 细血的望着长子 他的话音未落 又是一记飞红飘至 遍地树木 眨眼间拔高到树丈 一个蒙面人 连尸手段 将长子的所有攻势 挡了下来 长批全轰 数招过后 两大高手同时飞退 蒙面先尊 气不喘 淡定的站在陆尘身边 微风凛凛 竟似没有受半点伤 长子也不差 不过 相比之下 他就有些震惊了 不仅如此 雪阳城的上空 也因此而沸腾了起来 接连不断出现的高手 都已经达到了先尊级别 固然其中有些差距 但短时间内 想要分出高下 根本不可能 而陆尘的身份 成为了众人 互相猜测的话题 风老 多谢出手相助了 陆尘神色不动 神念确实要出言感谢一番 没有风诸玉 自己哪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 蒙面先尊 正是沉默风诸玉 他看了看四周人群 并没有陆尘那般无所畏惧的胆量 当即传音道 小友 你先离开 痴空生变了 那就有劳风老了 生死攸关 陆尘断然不会跟风诸玉客去的 谁让这老小子是风白礼的师父 而且看上去 他并不排斥自己的身份 站住 陆尘刚回过头 长子和续星同时站了出来 续星复着双手 盯着风诸玉 是笑道 又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家伙 长先生 此人交给我 你大可放心去捉拿那小小之徒 续星说着 王品法宝 号星剑抽在了手中 直奔风诸玉掠去 雪阳宫上空 大战打响 六大仙尊 捉对厮杀 没有人敢靠近 众修飞到天边 骇然的望着这场突然发生的冲突 陆尘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谜团 折齿 清雪 陈谷 丽莎等人站在一处死死的盯着半空中 尚未退去的陆尘 陆尘也下意识的扫过这几个仇敌 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杀这几个人不在话下 可是只要动手 定会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 经过改天换命之后 陆尘虽然恨折齿入骨 可他的想法已经超然到另一个境界了 小不忍 则乱大谋 我一出手暴露 朱棣必会现身 先让你多活一阵子 只是浅淡的看了折齿一眼 陆尘把目光收回到场中 看着大战将城池回得一塌糊涂 陆尘知道此行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 雪阳之乱左右不了大会的正常召开 但自己看到了雪阳宫的实力 再加上水晶宫暗藏的三大仙尊高手 不过如此 等到风白里解决了机关和法阵的难题 再救成为先破的死阳 便可以失手救人 想到这儿 黑布下的嘴角轻微的勾了起来 陆尘知道自己该走了 不然的话 羽羊鱼鹰封诸玉还不知道跟三个仙尊打到什么时候呢 刚要转身 长子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让陆尘脚步止住 阁下的身份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三大仙尊的仆人 让长某刮目相看啊 如此长某更不能让阁下离开了 长子虽然在笑 但所有人都感受到 那流露在凝郁般的脸庞上的一股惊人的杀鸡 有本事 你再叫一个先尊高手过来 长某就放你离开 不然就给我留下来吧 随着长子的话音响彻起来 清雪 哲耻 陈谷 以及那不计其数的高手 逗出了快意的表情 罗网状的剑光冲天而起 眨眼间将陆尘的去路全数封死 羽羊 鱼鹰 封诸玉大惊失色 叫嚷着就要过来施以援手 然而三大仙尊都是不弱的角色 哪肯轻易放他们离开 就在众人以为陆尘马上会成为长子剑下亡魂的时候 一变突然出现在陆尘的身上 罗网剑光密不透风的刺来 长子也跟着飞向陆尘 纤细的玉手画成利爪 带着凛夜的寒风抓向陆尘 陆尘的足下微顿 并不回事 感受着背后传来的冰冷气势 瞳孔猛然间一缩 哼 想走还真难啊 老东西 助我一臂之力吧 心眼至此 所有人便是看到 那个只有先军级别的陆尘猛然间气势一变 一股让人喘不过来气的威压突然散开百里 最后将整个雪阳城都笼罩了起来 背对着长子的陆尘 反手一掌迎向长子拍去 砰 一道清脆的声音从两只掌心中间爆开 天空中出现一处极为可怖的空间黑洞 紧紧这一掌 陆尘纹丝没动 反观长子 却是突然飞出五六丈远 几个亮枪差点摔倒在山顶上 前后明显巨大的反差 把场中对阵的六大仙尊都吓了一跳 三队交锋的高手心有灵气的虚晃了一招 各自退开 封筑玉 羽羊 鱼鹰 则是站在了陆尘的身旁 满是惊异的望着这个突然变成了先尊一般的高手 柱子 你 你 你没事吧 羽羊和鱼鹰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 上下打量着突然变得不同了的陆尘 还以为自己看走了眼 结果一看 真是啊 是先尊啊 至少七级 怎么会这样 封筑玉似有所悟 眯封着眼睛看穿了陆尘突然暴涨的实力的来处 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 虽然他知道这一身真正的画境修为不是陆尘自己的 但是能够把连自己都不敢说可以战胜的天镇黄林制的服服帖帖的啊 不是本事是什么呀 续兴 无忧 孙苗 三人站在了常子的身边 把雪羊公主扶了起来 眼神当中带着疑惑 盯着常子就想不明白了 常道友啊 你 你 怎么会这样啊 常子站起 深吸了一口气 刚刚的淡定全然变成了震惊和愤怒 从几人身边挣脱了出来 常子的脸色阴晴不定的变换着 咬牙切齿的 好 常母今天看走了眼 阁下隐藏的好深啊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只凭常子 牙子欲裂的一席话 在场的修士马上倒抽了一口凉气 尤其是清雪等人 从怨恨 马上转变成了惊恶 什么意思 他真的是先尊高手 我们没有看错呀 一道道揣夺着疑惑于不幸的目光 同时投向陆尘 心里纳闭得很 一个仙君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仙尊了 要是隐藏了修为 之前还需要那么费事的被人追着打吗 看到在场的修士一个个露出费解了的表情 陆尘暗笑不已 猜吧 猜一百次你们也猜不到道爷的一身法力从何而来 目的已经达到 陆尘知道黄林也撑不了多久了 背着双手 目光环视全场 最后在长子的身上落定 说 我说过 你留不住我 陆尘抬了抬下巴 用着极度轻蔑的目光 凝视着恨得牙根直痒的长子 如果长仙有没有别的事 本尊就先回了 肆无忌惮 陆尘所表现的举动 令得全程修士都为之动容 连续大闹雪阳宫数次 即使被围 最后竟然已强势压住了雪阳宫的嚣张气焰于不可一世 这神秘一行人等 顿时成为了一个谜 哦 对了 转身的功夫 没有人再敢去阻止陆尘 开玩笑啊 四大先尊啊 还有一个能把长子一掌击退的人 谁还敢拦啊 陆尘身子一停 回头 戏雪道 长仙有啊 做伤天害理的事 可是要用命还的 忠告道有一句话 莫以为你想做什么事 别人不知道 啊 这个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的算盘 未必就打得响 长子几人心中一抖 目视着那黑金下空洞的双眼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阁下说的 长某不懂 陆尘并没有急着离开 他灵光一闪 深知此次事件容易让人联想到袁煞蒙上 要是被人认出来 自己之前所做的实则虚知 岂不白费心机了 暴露身份 还不到时候 既然前面有一次实则虚知 这次就来一个虚择实之 想到这里 陆尘说道 不懂吗 依我看啊 不懂的人太多了 你练了四秧成为仙魁 有什么用心 我再清楚不过 不就是为了那张周西图吗 可笑 是人皆知周西图有意 却不知九图皆真 你苦心设计 就是想让九图凑齐 利用四秧找到朱油桥的下落 什么结盟造福仙界的修士 撒谎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害臊吗 可笑的是 还真有人信你的鬼话 连起手来助长雪阳公的气眼 哼 一群白痴 陆尘鄙夷的目光 在人群中一扫 不少朱宗的修士都听出了其中隐晦所指的 最深含义来 全场顿是哗人 空顿的成游先军 勃然大怒道 你说什么 什么旧图为真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尘用意 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怀疑自己身份的经历 用在对付雪阳公身上 雪阳公掩埋了真相 试图把朱幽乔据为己有 三宗联手蒙蔽世人 陆尘心里再清楚不过 只要把这事说出去 在场的朱宗修士 肯定没时间再怀疑自己了 不仅如此 长子清雪费尽心力的把朱宗拧成一股绳 借助他们的势力以达到目的的打算 肯定会土崩瓦解了 果不其然 把这事说完 现场就有人不高兴了 一个个的指着陆尘 非要问个清楚 陆尘见目的达到 微微一笑 把众矢之地顺势转嫁到了雪阳公的身上 还不明白 问问长鲜有吧 先尊大人 我说的是真是假呀 我说的是真是的 那美又说的是真是真是的 заяв